我們必須去接受善意的批評 或者是建議跟指教 可是你說如果那種惡意重傷的話 說真的我也不在乎我經理吃了 也沒關係 下次拜託你 去別間就好了 你不用特別來批評我嘛 如果今天我們走得越高 越有流量 越多人看我節目 我更要謹言盛行 是因為我懂得尊重你 但是你懂得尊重你嗎 你要懂得尊重我 我才會尊重你 不然你要跟我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缺點就是 那個粗飯好像有點太冰 太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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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網紅Toys來到超哥餐廳直播用餐 過程中因他不斷強調店內粗飯難吃 雙方爆發衝突 事實上在事件發生前 頻道熊出沒請注意就曾到此用餐 並訪問超哥 過程中超哥也透露了 遭Toys 計值以來針對的感受 超拜雞排我是負責宣傳 口味餐點的研發品質的控制都不是 這個不是甩鍋 這個就是我講真實話 因為每個人在團隊都會有一個分工嘛 但是這是超派炸雞 這裡就是百分之百都是我 然後今天來到這邊吃 我是覺得滿壓抑的 這品質真的很好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缺點就是 那個粗飯好像有點太冰 太冰 然後味噌湯 那個魚骨超多 你有喝我們的海瓜子湯嗎 有海瓜子湯也有喝 應該滿受好評的 對 八顆海瓜子煮成軟的湯 對 但是因為我們香港人喝味噌湯會比較習慣 因為海瓜子湯可能香港人就只會吃海瓜子 你應該知道嗎 港東人用煲湯 煲湯 對 煲湯的感覺 對 沒有問題 那針對你剛剛講的我們再魚魚改進 好 加油 因為像我們切魚 它的取肉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 甚至百分之四十 我們取完肉以後還會有一些邊角的部分 那那些都是很好的魚 看大小可能都是幾千到一兩萬 甚至更貴 所以像我們在煮味噌湯的時候 一般的店也是這樣 就是他們會把魚骨 還有就是魚的尾巴啊 這些地方變成味噌湯的主料這樣 不放又可惜了 放了味道好很多 因為我們上面提醒警語會寫說 小心有魚翅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說真的也還蠻難避免的 就是會有明說的狀況發生 那總而言之就是取一個中間 你也是網紅嘛 那大家都知道網紅開店 一定有客戶比較吹毛抽筋 你會怎麼看的 每個人的口味不同 如果客人他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都接受 那最多我就是不收這個錢 我也沒有所謂 因為我有跟店長說過 我說我們是服務業 如果客人說沒有辦法接受這個餐點 我們就是用最負責任的態度 人就是將心比心 我當然理解 如果你到一間店 他不是我開的店 不是名人開的店 其實我們也常踩雷啊 不是我們會講什麼嗎 我們不大會講什麼 但是我也曾經想過說 不然你就開店 不要我取名字好了 我也不要代言 反正我就當一個普通的顧客 不用說讓大家知道說是我做的 但是我覺得這相反來講 也是我對這家店 我希望用最負責任的態度經理 因為我的臉就在這裡 我們一定是用最負責任的心態去做 當然每一個人開店都要追求利用 不然你對不起你的員工 因為每天都虧錢 那員工他薪水值會越來越低 我也沒辦法幫他加薪 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去接受善意的批評 或者是建議跟指教 可是你說如果那種惡意重傷的話 說真的我也不在乎我情侶吃了 沒關係 下次拜託你去別間就好 你不用特別來批評我嘛 那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格調 最可貴就是我們大家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 人是要這樣子 這個社會才會更互相包容 會不會有很多人批評啊 或什麼 對我的標準比較高 我覺得這都難免 但是這就是人生 就算你吃完了 我也退錢給你 那以後拜託你來標點 我相信人都是講道理 我也相信人是善良 人要互相尊重 你總不能每天都說 你的生蠔不好吃 每天都來點生蠔吧 那就太過分了是不是 是互相的嘛 所以超故事也看滿開的 既然做公眾人物 不管後果是什麼 我們都要盡量能夠心理調適 能夠釋懷 那如果看不開的話 對 當初又何必做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社會責任 包含在我身邊的伙伴 我希望能夠給他們一個事業 我不可能永遠在第一線做 我經營起來 我努力把它POMO起來 我找到一個鑰匙 把這一扇門打開以後 其實說真的 這間店以後絕大部分的利潤 我都會讓他們去共享 我多賺一百萬 不管是港元或台幣 我都沒感覺 因為你們用的就是這麼多 我睡的地方還是一樣大 我能吃的東西還是一樣 跑車金表 所有東西能買的 我也買過一輪了 我再做 再多賺更多的錢 對我來講 是希望照顧身邊的人 甚至希望我的店裡面 都有待用餐 我在我的頻道裡面就有發過 你只要走進來 告訴店員說 我想要點超派服器餐 我們就會做東西招待你 當然它可能不是生影片 它可能是基本的壽司 基本的 你走進來然後跟我講說 你要吃提上A 哈哈哈 就有一點過了 但是不管多於少 這是我的心理 起碼讓你吃飽 沒有問題 我覺得能夠在 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可以照顧好身邊的人 甚至有機會 和各給這社會一點點 畢竟是這個社會 給我們這些資源 給我們這些機會 在一路上有很多人幫助過 所以這是我的想法 不然說真的 我現在不用做了 所以那些 那些 什麼 惡意的批評 我根本就不在意 我過我的 他過他的 我還是過我的生活 他還是過他的生活啊 批評我 並不會讓你的人生更成功嘛 你如果跟我學習 我也很樂意跟你分享 哪一個有錢人 像我一樣 跟你 謝謝 謝謝 說真的 任何一個人走進來 我都嘻嘻哈哈 跟他點頭 趴腰 鞠躬 為什麼 是因為我懂得尊重你 但是 你懂得尊重你嗎 你要懂得尊重我 我才會尊重你 不然你要跟我講什麼 互相尊重 這才是 能夠長久 你剛剛講的那個 應該是說 你們香港有一個 呃 有一個香港人 一開頭的 老實說 你會對香港人有抗拒 不然啊 我很喜歡香港啊 嗯 他會一直 他拿人代表香港 他只是香港人 其中之一而已 其中之一 對不對 我這樣講應該很公道 我非常喜歡香港 我覺得那邊的人 很勤奮很善良 那至於說 他為什麼要來操作 因為 其實我這樣講 就像你剛剛講的一樣 你的炸雞 再怎麼樣難吃 都不會到連狗都不吃 你不需要用 這麼極端的言語 去批評別人 當你用很極端的言語 去批評別人的時候 其實相對的 你自己又是什麼格調 一個有修養 有教養的人 他其實不會這麼做 因為他知道 這樣講會有能量 這樣講會引起軒然大波 如果最好你被他欺負 那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我們是抱持著最善良的態度 去做每一件事情 那至於過往發生的事情 有錯誤我們就修正 希望能夠讓這個社會 或我們自己越來越好 我的節目中 我從來不避避別人 我拍過一些店 真的坐下去吃 沒有如我預期 我跟攝影師講 我說把機器收起來 我們就吃飯就好 我要跟老闆今天說 謝謝辛苦了 我不喜歡 幹嘛去評評人家 人家也是靠這個吃飯 我們家活口 如果今天我們走得越高 越有流量 越多人看我節目 我更要緊連盛行 我說不好吃 難道是真理嗎 不是真理嗎 他只代表我的意見嘛 如果今天他為了這個 沒有辦法做下去了 可能影響到後面 有無數個家庭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廣投這兩字 我喜歡他叫意見領袖 有很多人看你 所以你講的意見 人家會當作參考 包含你口出惡言 你都要先想想 你會影響到多少人 不是說講話 不用責任 我跟你講啦 最後都會回向在你自己身上啦 你講人家越多好話 你的朋友越多啦